彭州市新兴镇君山村铁锁桥是连接附近乡村与通济镇唯一的桥梁 因此也是数百村民赶急出行以及孩子读书上学的必经之路 512特大济镇发生时铁锁桥遭到严重破坏 桥面水泥板全部震落无法通行 但由于前段时间是枯水季节水流不大 于是村民和孩子们便冒险从潜水处涉水而过 就是水水狗 就怕你长大水了 所以说就有的 咱们有才一下大雨 我们下来没下雨 还要挡水了 就是走火的很危险 顶上该刺的 驻扎在新兴镇的济南军区 沙家帮部队教导队得知这一情况后 马上展开了桥梁修复工作 那天这份就自动来问的 我们有啥事干我们就 叫他们来把这个所谓给我们修复好 全部这份就去什么 他就活着 把帮子把帮子拿起来 破了的帮子又用帮的帮帮来 全部把铺好 当天看到对方一同在修下 我们就住着几个人去帮着修 我们要自己想过 那桥板上不一样 我们老板上都在家里 你们修一下 你们守栽了 6月13日 正当桥梁修复工作 紧锣密鼓的进行之时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 打乱了一切 当时我们在这里修桥 还差将近20年没有修通 这边呢 小朋友们学生已经上学了 在这个等着我们把桥修通过 可以马上回家了 刚刚大雨已经来了 没有办法了 就差一点 小孩们就可以过去了 情急之下 我就想面论这样什么 趴下 为学生搭起一座人桥 所以我小孩们就从我们身上踩到过去了 雨很大 铁锁都很滑 怕那些小孩子走在上面十分危险 我们当时雨下得太大了 所以太急 什么也没想 听到东西的命令 我们马上就趴下了 用身体搭桥 让孩子踩过去 战士们这样的行动 让孩子非常感动 甚至有些不知所措 我们心里面都感觉到很伤心 就感觉到不应该这样子 当时小孩心里面都很过不去 我们当时坚决让小孩从我们身上过去 没事 我们要停了路 一切为了孩子 我们可爱的战士 用自己的身体践行着这样的诺言 他们扶下的是血肉之躯 停歇